你全身上下最自豪的部位 啊 我老是嗎 對 不人漏 因為當初就是 如果給自己的設計就是 近三十 你還沒有別的作品 或什麼特別好的東西 就差不多該退了 帥哥來了 會不會一直有大位紀錄呢 林靜伯恩 白蒜豪腳步 請跳這音樂 相當完美 對 相當完美 成績5比36 5比36 林靜伯平大會紀錄 那現在算有達標嗎 算剛起來 所以我還在觀望 但希望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繼續往下走 類似門已經有打開了 就看你們能不能夠走多遠這樣子 至少比起之前真的是 一拼黑暗 哇 真的是 那你又一片黑暗來死 應該就是說越來越渺茫了 你知道嗎 就是真的覺得 好像一直沒什麼太大的起色 目前你覺得就是 這是不是算是你演藝生涯中 就是最高的對不對 高的 對 我覺得是 第一個是關注度有變比較好 對 然後就會覺得 嗯 生物地獄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賽事是哪一場 我應該是游泳吧 啊 你是 對 還發了你那個打赤膊的照片 哈哈哈哈 他肩壯的肌肉 你自己會在乎就是你自己身材要上像的這些 還是會一點點吧 畢竟還是上鏡頭 所以會刻意練得比較精壯 肉量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然後就會一直被 哈哈哈哈 太壯了 被主張 被主指一下這樣子 因為不能太壯了 對對會 會眼鏡的會 對對對 把你擴大心太壯了 那我覺得現在的狀態 對 現在的狀態會比較好 就是很輕鬆 然後又好像蓋得有好 又好像有一點這樣 那你現在體脂肪是多少 距離上一次量 大概是一兩個月前 那時候量下來 大概是落在10左右 所以應該是差不多 你全身上它最自豪的部位 屁股 那不能漏 對 不能漏 外觀上就是形狀 它的那個 就比較翹一點 就只是自己自豪的 那你會自己照鏡子看嗎 沒有啦 不會特別看 其實可能有時候 經過一下看一下自己 因為運動來說 屁股那個力量是 臀肌是會非常重要 下盤力量非常重要 所以 當你現在轉換成運動員的時候 你就會檢視自己 有沒有像一個運動員的樣子 如果是要張牆的部位 腹肌吧 嗯 其實我腹肌算非常明顯 應該會選擇